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两位老师分享的问题 这个里面气温太太宜人了 有点小困 所以我就只讲前面两个部分 讲开源社群的一个分类学 还有一个是商业开源相关的内容 开发者关系我会把PPT看一下 但是我不会展开讲讲结论 首先我是Teeson 陈子莉 这一章我在DevTogether的时候可能就讲了五分钟 但我觉得这里面只有一个信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在OpenSource这边的参与 其实跟我的day job 有很强的相关性 我第一次参加PoSix成为他的team member 是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工作的时候 不是学校工作 学校里面写大作业的时候 需要做编译实习 然后PoSix有一个内嵌的gramma的这么样一个能力 所以我就去用了 用了我就去贡献他的文档 然后当时那个文档因为有一位台湾的那个lead engineer 他的一个个人的persona 所以他会给所有进来contributor的人都发commit beat 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 那我就成为了他的team member 那这是我实际需求出发的 TaiDB跟TaiKV 是我在PinkApp工作的时候 那么day job相关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 Flink,Curator,ZooKeeper 都是我在做在阿里巴巴和腾讯做跟Flink相关工作的时候 我在做这个集群管理还有高可用 然后呢再去做参与的 那Pata呢是我在streetnative的时候 相关的一个开源项目去做他的支持 那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暂时在griptime 我们做griptime db这样一个时序数据库呢 它也是开源的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开源工作也是跟我day job相关 那这里其实我是会跨时空的回答一下 前几天有一位网友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你每天都在github上面 每天的那个整个commit版都是绿的 那你是有得到回报的吗 那我必须要说没有直接的回报 但是我所有的开源参与呢 应该有八成以上都是跟我的day job相关的 当然除此以外呢 像我在Apache这边 Memphis的那个沟通 Incubator相关的一些工作 还有community development这边的工作 那就确实跟day job没什么关系 好 这就第一个点 就是说如果你要持续的去做开源工作的话呢 要么你是有其他的收入 能够让你更松弛的来做这件事情 要么呢它是跟你的day job相关 所以呢你能够获得一个 就是相对可持续的这样一个支撑点 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会讲开源社区它的分类学 那其实是沿着刚才我呢讲的那个方式来讲呢 就是每一种不同的类型 它的这个可持续性的sustainability的这个backbone 是什么 第一种呢就是individuals也就是个人开源 个人开源呢它有这样两个很特就是很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说我因为我自己想要写 那不管是 那不管是因为那个你的工作需要 还是说我也知道有很多的那个开发者呢 他是因为想要去实践一门新的语言 像前两天有一位那个Golan跟Rust的核心开发者 他发现了Rust的生态里面呢缺一个时间库 所以他就把它给补齐了 这一方面呢是他daily的那个需要 另一方面是他对生态本身的一个责任 那这种呢他会觉得说自己有不有这样一个责任 把生态变得更好 像这样的individual的engagement呢 它更多的是一种self engagement 就是不会有太多外力去推动 而是说我有这样的需要或者我愿意去做 这边这个例子呢是Tidybee的研发VP唐流 早年的时候他作为一个Golan的爱好者 发现在Golan这个ecosystem里面呢缺少一个MySQL的connector 所以他就开发了这个MySQL connector 他因为这个项目呢 后来被Github内部去使用 他很骄傲的跟我们分享 说早年他们PinkApp那个创始团队 去到Github做交流的时候呢 Github给他发了一大堆的贴纸 然后其他的创始人都没这个待遇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写了这个GolanMySQL 在Github有实际的使用 但是个人的这种可持续呢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叫做Shifting Motivation 当年唐流呢是一个个人开发者 他现在是研发VP对吧 管机外号人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说 他在18年以后呢 或者说19年以后 基本上这个项目就已经很少再去做了 但是呢也能够hand over 因为他相对来说成为了 这个生态里面一个质量过关的 大家都在用的这么一个library 所以呢他能够hand over给其他人 这个项目到今天呢 也以他自己一个独立的group 在持续运作 那么Individuals如果能够持续的去做 可持续的话呢 其实有两个出路 第一种呢就是我这边没有放 我会口述一下 国内有一个项目叫XXL Jobs 是一种是一个那个在线调度的 就是任务调度的一个简易的工具 他在国内很多的那个小公司 中小公司那里面 作者都帮这些中小公司去上他那一套 那个应用 帮他们去调度内部的这种IT作业 那可以就是这边我说的 Sustain one man army 就是他可以支撑他一个人去 一个人的可持续性 然后假设说每家公司 我收你几千小几万块钱 对吧一年我收个十几家几十家 我其实基本上就够过活了 但如果你想要去变成一个公司的话呢 就会有困难 那这边我讲的例子呢 是Jackson 这位是Dr.Jackson 他是从2008年开始做的Jackson这个项目 这是整个Java生态里面最流行的 Jason序列化的框架 那可以看到说他早年也是有点 像Sustain one man army这样 一个人找了一个咨询公司 然后每年赚点钱去支撑自己的生活 然后呢从2018年开始进入到Indeed 然后现在去到Data Stacks 那这就是其实这一个例子就讲了 两种Sustainability的做法 一种就是说你通过个人的咨询 售卖你个人的工程师服务来生存 另外一种就是你作为一种基础库的 一个核心的开发者 你有相关的经验 Jackson是一个 Netty是一个 加入到Indeed的Data Stacks Netty的作者加入到了 最早是日本的Lion 然后后来是加入到了Data Breaks 就是去给别人打工 因为你的这个软件呢 在它那边可能有很重的使用 你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开发者 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它跟你的这个核心开源软件 有相关性 以此来获得某种 就是可持续参与的支撑 那第二种呢 所以说那个Individuals 它更多的是由那个开发者 是由我们个人的需求来驱动的 你很难说 其实像现在后来有 越来越多这种开源项目 包括像我参与过的Flink Parsha 都是所谓的分布式系统 这种系统的话呢 你个人根本就用不上 那你是很难持续的参与的 必须有公司在后面给你付钱 你才有可能去参与 那个人或者草根的做法呢 做到极端点就是 你能够做成一个Community 那么这里Community 有两种形态 第一种就是像Data Fusion这样的 这个是上周 也是在杭州举办的这个Data Fusion的Meetup Data Fusion在大量的这种Data Base的系统里面 有被使用 包括流系统 包括我们GripTank这个时序数据 也在用Data Fusion 那么它的社群足够大以后呢 你的这个使用方 包括了各种各样的Data Base的这个公司 它能够分散的去雇佣社群里面的成员 所以呢 由这样一个生态 这样一个下游用户组成的网络 来雇佣这个Community里面的Developer 实现这个Community的可持续 另外一种呢就是 你通过中心化的方式 以筹款 或者 我还是想公开的说 有点像某种宗教的形式 去建立你个人在这个开源世界里面的品牌 这个是VUE VUE的那个作者尤以希呢 最早她是也是在大公司工作嘛 后来出来以后呢 她最早的这个可持续的方式 是在Petalong上面去募资 后来呢她通过 就VUE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大公司 所使用的前端的基础组件 那么她会做一些咨询 做一些筹款的项目 她现在能够支撑起一个十几 或者说小几十人 这样一个Call Team的Member 我也知道说 她会跟一些公司去达成一些合作协议 然后呢把Call Team Member 介绍到那边去成为她的员工 这是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成立一家公司 做所谓的开源商业的话 或者我更愿意成为商业开源的话 你Individual跟Community上的方式 Individual你做一个满足个人需求的软件 然后呢你能够去推广到其他人 提供你的开发者服务来生存 Community的话呢 你就需要做更广泛的生态 让这个生态去雇佣你这个Community里面的Member 或者你通过某种宗教形式的 或者这种就是大家热情参与的建设 但是它要转换为一个募资 来支撑你这个团队的可持续 那第三种呢 我就只放一些名字了 在这个公司主导的开源里面呢 其实我们还能细分为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Enterprise 也就是企业开源 企业开源呢 它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像这边OpenDL是一个访问不同的数据后端 不同的存储后端的一个中间键 这样一个Open Data Assessed Layer 它是由Databand Labs 也就是一个新的数据仓库公司 它发现自己要把数据存在不同的各项存储 包括S3 那么包括Google的Cloud Storage Ager Bros 那么它有这样一个统一的需求 我这需求做出来以后呢 我不希望它只有我的 因为其实它要对接相当多的这个Storage Service 如果由我一家公司来做的话呢 它可能很快就要凋避了 所以它先把这个OpenDL开源 最后再捐赠到这个Apache里面来 现在由它们自己做的Service 其实只有不到10个 由OpenDL的作者 也就是Databand的员工做的 这个Service 其实只有不到10个 但目前它总共支持的Storage Service 已经超过了50个 这种这种项目呢 就是刚才Ted的分享里面有讲到 像Library 像Tools Framework 它是更适合用开源的方式 来Libridge整个生态的力量 来去构建一个更完善的Community 那相反的 像Application的话就不太一样 我后面会细讲 然后呢 像后面这两个 后面这几个就是大厂了 阿里巴巴的Necos Google的Pro Buffer Facebook的React 它们更多的是想成为行业的某种标准 因为作为大厂 它有足够多的其他的这个 产品线来支撑它盈利 那么支撑它这些盈利的生意 底下的这个基础软件 对它带不来盈利 只是某种成本 我通过这种开源的方式呢 一方面能够 比方说 如果你是个酷 像React你是个酷的话 你成为前端的标准 很多问题社群能帮你解决 但更重要的是 它成为标准以后 它不会被遗弃 像那个Flutter 虽然刚才看起来很火 但是最近又有点示威了 然后那个Angular 也是有点示威了 如果做一家大厂 国内经历过的应该是OpenStack 有很多的公司大力投入OpenStack 这个OpenStack 某种程度上 被Kubernetes替换掉以后 你整个内部的软件 整个内部的生态 都要做一个大的迁移 这对大公司来说 是完全不能承受的一个成本 那所以说Enterprise 更多的就是 这种Component Library Framework 它是能够开放出来的 Application很少 微软不会开源 那个开源 那个Windows 另外就是如果它能够追求到某种标准的话 它能够降低自己面临的风险 那最后一种就是Commercial Open Source 像Griptime 我们会开源GriptimeDB 但是我们同时有GriptimeDB的一个商业版 我们会有它的一个云服务 Data Lake 是由Databricks 面对一些云 就是对一个GPL开源项目去做它的发行版 这种Commercial的开源 它更多的一方面就是说 像Ecosystem的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是GitHub GitHub的Server是不开源的 但它整个SDK 它的这些CICD的集成 它都是可以开源的 也就是说我的Ecosystem可以开源 但我的核心必源 这后面我会放一张图 来实现我的这种可持续 那另外一种就是Industry的Base Line 典型的就是Griptime 因为在实际数据这边呢 你有InfluxDB 国内除了Griptime以外 还有Tausdata 还有Apache LTTB 这样的一些软件 因为InfluxDB放在那边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实际数据库的话 你很难说 那我都没有跟它做到一样的开源基线 你会有很大的挑战 像国内之前还有一个初创公司做流计算 他也说那我去找融资的时候 也说那我可以币源的去做 因为我的技术很牛 刚才那个电竞分享的时候也说 开发者他可能就基本上你的老板的开发者 都会认为他写代码非常牛 一推出就天下响应 但是他的那个投资人就问他说 那你有另外一家公司叫Materialize 它那个是Business Source Lessons公开的 那你的代码凭什么藏着掖着呢 你准备如何跟它竞争呢 这就是我说的商业开源 它开源的动机有可能是Industry Baseline 有工业同行建立的基准 你很难去挑战 那我在对商业开源多做一些展开 有商业开源呢有哪些形式呢 你如果想要售卖这个开源软件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MangoDB一开始是 应该是GPL或者AGPL 后来换成了SSPL去禁止 反正那个还比较tricky 我就不讲了 那个AirBite呢 是最早呢他也说我永远 这很有趣啊 AirBite说我永远MIT 后来呢就改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核心是那个Elastic Lessons Elastic Lessons呢 就禁止竞争对手去提供同志的商业服务 就禁止竞争了 但是呢它的整个生态像Connector 它的CLI 还有它的这个SDK CDK 都是开源的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讲Commercial它的开源的话 有可能是Ecosystem的开源 我通过核心式禁止商业竞争 来赚取我的这个收入 来支撑我持续做这件事情 但是在生态上我愿意跟你合作 就大家可能都忘了说Github 它看起来是一个开源非常友好的公司 但它的Server从来没有开源过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 就是如果说你想把你的核心开源的话 你最终都会转成 都会把这个Lessons 转成说某种禁止那个竞争对手的这样一个Lessons 因为否则的话你没有可持续性 所以就是比较健康的商业开源模式是什么呢 就如果说因为其实Server不开源 它也是不开源的 那真正要做到核心开源的那种方式 一种就是卖Distribution 那最早期的就是卖Linux的发行版 像红帽像Ubuntu他们卖Linux的发行版 然后Tertrade会卖Eastio的发行版 他们的这个根基呢 其实是合规还有Security 像Ubuntu的Server他就明确的告诉你 我可以帮你解决你所在地区的合规问题 然后Eastio 就是Tertrade所售卖的Eastio的Subscription呢 也是因为说你在应用上云以后 你要如何去证明你在云上的网络之间 这种信息的通信是符合尤其是美国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他的一些政策规范的 那么Eastio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Eastio是一个开源的软件 它无法为你提供这种背书 所以Tertrade说我基本就简单打包一下 然后加一些买点 我能帮你证明这个事情 这就是一种商业的模式 这种Distribution呢 还有下面的Provision的方式 Avent他会去售卖Kafka的服务 Flink的服务 就云上的服务 Precorna是经典的售卖PostgreSQL 还有MangoDB的 MangoDB早年的开源版本的云上的服务 然后其他的这种云提供商 那么包括阿里云 AWS 其实都在卖开源软件 他所解决的 他所为什么能够持续呢 因为这整个软件都不是他开发的 他是拿来主义 对就是我Kafka已经开发完了 我把它拿到我这个平台上面去卖 虽然我可能还是会多做一些工作 这件事情甚至连Conference也是这样做的 Conference在从Nincoin出来以后 他所有的这种功能性的开发 像Schema Registry 还有Tier Storage 包括他新的C++的Core 叫Cora 全都是必源的 你什么时候见他开源过 开源的都是原来在LinkedIn开源的 然后就是在开源代码上面修改 比你在内部再去fork一份 或者做一些twick 这个成本要更低 而且他本身也够不成这个技术壁 所以商业开源更多的还是如何去 Lubridge Open Source的factor 在你的business 而不是说我今天把我的核心 一开源出去 大家就来用然后就付钱 这次 现在大家都已经不这么想了 但21年那阵子是这么想的 这一页的标题叫做COSS 也就是Commercial Open Source 还是说OSS的commercialization 就是开源的商业化 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要先做 如果说你是一家公司的话 你的做事的思路肯定是商业开源 我首先有一份商业 然后我再去思考说 在我的商业的过程里面呢 有哪些开源的要素我能够Lubridge 那像我们做GripTime的时候 我们有大量的这种Upstream的项目 我们用Data Fusion做我们的Execution 用Allow和Packet做我们的这个Data Format 然后呢我们用OpenDAL去做这种Data Assess 然后呢用Arrow Flight做我们的这种 做其中一部分的Data Transformation 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去 像我们这个工程师有一位 像我自己是OpenDAL的PMC Member 我们另外有一位工程师是OpenDAL的Commeter 我们还有一个工程师是Data Fusion的PMC Member 和Arrow的那个Commeter 也就是说当你去Lubridge 这些开源的Factor的时候呢 你要能够保持这种Upstream First 这也是你在商业过程当中 Lubridge开源要素能够保证你自己 在利用这些开源软件的时候呢 不会被上游切换它的那个意见 或者被其他的Vendor去影响上游 从而干扰到你的商业 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状况 这是我觉得商业开源 能够对开源所做的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去支持你的上游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去开放你的这个API 能够让其他的开源软件 接到你的上面来 那你自己的Ecosystem是开放的 至少对于软件 对于行业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像GitHub 它所做的这种周边的开源 像那个AWS 它做的CLI 它SDK的开源 其实帮助了很多软件 去formalize 它们的代码质量 或者去制定某些标准 虽然它的核心未必是开源的 那最后我讲的一个就是商业开源的边界 对吧 第一个就是Industry的Base Line 因为InfluxDB在那边 所以像GriptimeDB 像TD Engine 它都会需要通过开源 来获得这种市场上面的竞争力 不然的话呢 你告诉别人说 我这边有一个很牛逼 超级牛逼的持续数据库 那别人说我用InfluxDB用的挺好的啊 你为什么 你凭什么厉害呢 这时候你拿不出别的东西 你要试用 又有很大的成本 你还要付钱 那别人可能就直接不用了 你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市场推广成本 第二个Case就是Iceberg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Delta Lake开源 但其实也是因为说 Iceberg跟Hoodie 只开源了Data Format 所以虽然Data Breaks的Delta Lake 在论文里面是带Server的 但它也只开源了Data Format的这一部分 你能看到就是说 Industry 业界开源的Base Line在哪里 商业就只会跟进到哪里 然后呢 Data Breaks又开源了另一个 叫Unity Catalog的东西 就是说因为在业界呢 又有一些解决方案 包括像Amero 包括像Gravatino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也要去在这边 放一个我的项目 来表示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Ecosystem的开源 就是你的API 肯定需要是开放的 至少是开放的 有这个Handpoint 最好是开源的 就是能够自由的去做集成 那么关键的这个用户体验呢 其实从商业角度来讲 它只要是免费的就可以 不一定需要是开源的 就是让别人能够Smooth的 onboarding 好 那个Developer这个呢 我刚才已经说过不讲 就是和简单 过一下这些不同的PPT Developer Relationship 其实这么多都是概念 最关键的一个 你做开发者关系的宗旨 就是帮助开发者成功 从而实现产品的成功 比方说我今天有一个 GriptimeDB的软件 那么我定位在可观测 和时序数据这边 可观测呢 我会看到我所有的开发者 很多都在用Promicuse的API 或者在用OpenTelemetry的API 所以呢我去产生相关的内容 去做一些WebInner 去做这种现象的交流 去帮他做一些Demo的Case 告诉他说你如何使用GriptimeDB 去提升你原来这个场景的 使用情况帮助他成功 他在公司当中 发现使用你的软件 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然后呢才有可能 在一个大的基数下面 才有可能 转化为你产品的成功 进而通过一些销售的手段 来促成你商业的成功 然后呢就是 开源有什么价值 这个没法讲 讲的话流太大了 我可以放在这边 简单说一下 对于个人的这个价值的话呢 就是工作需要 就是最solid的一个价值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技术投机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其实国内会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想要在开源软件里面 去做一个学习 对于公司的话呢 就是这边写到的 Marketing Product Engineering Business Service 还有 Potential Customer 这种我都写了一篇文章 在这下面的DeathRail Qualified Leads 去详细的做展开 那这里面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说 你的社群成员呢是为社群工作 而不是为你工作 那Developer Personal 这就不说了 这是具体的那个开发者关系 他操作的一些细节 好 对 我就全部都跳过 那最后就讲一个 那个 如果说你想有志于做这种 开源的参与 然后呢想要去了解社群如何运作 如何在开源社群里面成功的话呢 可以去读这几本书 对Developer呢 你可以读一下 一个大经典的大德堂与其事 在公司里面怎么样去做更多的开放性 是这本开放式组织 然后呢对一个community的建设 如果你有志于去建设一个community的话 那么有一本开源的书籍 叫Produc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另外一本就是从 就是community manager 或者 maintainer 的视角去写的一本 叫The Art of Community 社群运营的艺术 那对DeathRail的工作者呢 你可以去看这样一些运营的书籍 我也就放在这边去不做 不做展开了 好 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